您见过维满时期的日式火车站吗? 您见过百里雾松的奇观吗? 您经常过用老头鱼制作的美食吗? 最美冰雪行 畅游阿尔山 敬请期待 最美冰雪行 童话般的实际 天灯太难走了 最神奇的体验 这里充满了不动物与激情 我们用眼睛和镜头记录着这一切 年年有余 最美冰雪行 带你出发 梦的剑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星愁 美丽中国 香葱行 阿尔山市 一座中国边陲的秀珍小城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新安盟境内 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年轻的边境旅游口岸城市 这里背靠大型安岭 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这里衣领而建 因权得民 因生态而兴 冬季的阿尔山 白色成为了这里的主题 雪原广阔无垠 雾松金银妖绕 乘着火车翻山越岭 走进阿尔山 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会是怎样的景象呢 最美冰雪形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被誉为雪域神拳的小城阿尔山 刚才坐到火车上下来 火车的速度并不快 可是就因为它这种缓慢行驶 才让我把这种沿途的风景全部领略了过来 阿尔山真的是太美了 瞧 雪花飘舞 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的生动和美丽 阿尔山村下秋冬都特美 但是美不过阿尔山的雪 阿尔山这个地方的冰雪 我认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就到这阿尔山来爬山 登山来看雪景 你以前冬季得来两三次 平时来都是坐火车来吗 还是怎么来 对 坐火车数多 最美的旅行就从阿尔山火车站开始 阿尔山火车站修建于1937年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 这座历史悠久的小火车站 更有一番情调 远看如瑞士的火车站 如今整个火车站保存完好 仍在继续使用 游客不仅可以摄影留念 也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历史的沧桑变化 最美冰雪街 白色的海洋 雪的世界 这是边陲小城阿尔山 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 阿尔山纬度高 特殊的地形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 使得这里每年的雪期 从十月初持续到四年四月 长达七个多月 造就了这里神奇的冰雪世界 在龙东时节 最吸引游客的会是什么呢 每年一到这个季节 阿尔山都会举行冰雪节 而我们今天正好是赶上了他的开幕式 虽然天气非常冷 大家可以看一看 现场的游客已经是非常多了 来到这里呢 就是冷得极致 玩得开心 今年的冰雪节 从十二月二十一 到来年的三月二十一 虽然是寒冬腊月 这里却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打陀螺 雪滑梯 让游客重温童年的记忆 床九同关 翘翘板 让游客体验冰雪运动的惊险刺激 而上冰雕 看雪景 让游客轻松享受冰雪世界的欢乐 憨慨可居的雪人 晶莹剔透的冰雕 在冰雪广场上有许多件冰雪雕塑作品 仿佛让人来到了童话世界 这里好看吗 好看 喜欢吗 喜欢 这里是什么呀你知道吗 世界 我觉得就很惊讶 每次放假 妈妈都带我上这里玩 希望远方的客人到阿尔山来游玩 冰雪结上将近三百吨的雪 取自阿尔山山上的积雪 这里的雪质地松软 易速好雕 而一百吨的冰块来自中蒙的戒河 哈拉哈河 这里出产的冰晶莹透亮 从十二月初开始 历时半个多月 每天工作十个小时 这些冰雪雕塑是师父们心血的结晶 三哥 您忙着呢 您好 累不累啊 不算太累 在外面干这活 冷不冷 不算太冷 我看你这雕刻是 雕刻一个人是吗 对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 哇高鼻梁 您想听这个雕刻一个这个 要多少时间啊 三个小时左右 三个小时左右 那一天大概要完成几个这个 三个 三个小时 吴大哥今年三十七岁 是冰雪雕刻中的一员 从事冰雕已经十一年 吴大哥告诉我们 他们来自黑龙江 随着现在各地冰雪旅游的兴起 他们每年从十月份到来年四月份 都会在各地奔波 冒着室外零下几十度的严寒 每天持续工作十多个小时 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大哥我一进入咱们这个空间内 我就感觉怎么这个雾气缭绕的 这种环境能适应吗 我们已经适应了 因为他现在这个雾气就是冷气 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冷 我们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 现在感觉现在一点也不冷了 心里特别热 对 虽说是为了生计 但是师父他们的一刀一刀 一铲一铲 却为游客们带来了视觉的享受 比较喜欢的一些作品完成的时候 心里特别高兴 然后很有满足感 这些冰雪雕塑将从十二月中旬 保存到来年二月底 供游客免费参观 阿尔山雪漆长 雪质好 积雪厚度平均超过三百五十毫米 加上特殊的山形地貌 为开展冰雪运动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被奥地利的滑雪专家奥皮兹 成为东方的润施 来到阿尔山比雪街 怎能不体验一下滑雪呢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个刺激的运动吧 不会滑 但是玩得挺开心的 重大娱乐嘛 回约肯定介绍朋友过来 因为这块还是挺好玩的 第一次玩这个滑雪 然后就是上手比较快 阿尔山滑雪场 是中国国家自由式滑雪队的训练场 坐落在群山和森林环保中 这里有专门的训练赛道 国家队每年都会在此进行训练 从这里也走出了 中国冬奥会的雪上项目的 首枚金牌获得者 阿尔山滑雪场 阿尔山滑雪场不定期都会进行滑雪表演 吸引更多的游客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 专门对游客开放的赛道 门窍一百元可以畅玩一天 含保险费 滑雪装备的租赁费 普通人也可以体验在高处 风驰电车而下的乐趣 出发 看王昆这驾驶 看来天分不错 第一次滑雪就可以轻松的滑行起来 闪开 我杀不住车 闪开 闪开 对不起 第一次滑雪是吗 是 我看你这玩意还站不回来 你别太慢点 初次滑雪的游客该注意些什么呢 为了安全 应该注意佩戴好全套的装备 除了专业的滑雪赛道 在阿尔山邻区 人们也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雪资源 开辟出乡间特色的滑雪场地 林子里画出一片平坦地 两边放上纱带即可 一个轮胎 一块滑板 游客们照样可以体验 在临海雪园的别样滑雪经历 真会想到在离海雪园里还可以这样滑雪 只要亲自大自然闻着大自然的气息 这和滑雪场可真的不一样 虽然今天我摔得很惨 不过这样才叫我难忘 好玩 刺激 这家的雪纯天然的特别特别的好 而且特别特别的有质感 比较疯的感觉 可疯狂了 驱车来到阿尔山的白狼岭附近 眼前的景象令人惊叹 洁白晶莹的双花坠满枝头 在阳光照耀下 荧光闪烁如湿如花 沿着公路 磕磕树上都挂满了双花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整个邻区雪夜无银 银庄复过 把人们带进如湿如画的仙境 悟松是怎样形成的 悟松也叫树挂 是在严寒的季节里 空气中过于饱和的水分 遇冷凝结而成 是非常难得的自然景观 悟松形成需要气温很低 而且水气又很充足 而阿尔山恰恰具备了这两个 极重要而又相互矛盾的自然条件 悟松不仅在外观上 洁白无瑕 给人以纯洁高雅的风貌 还是天然大面积的空气清洁器 每年的十二月初到来年的三月底 到阿尔山就可以欣赏到百里 沐松的天然器官 冰天雪地 让阿尔山的美食有了独有的味道 在这里究竟可以品尝到哪些当地美食呢 在结冰的哈拉哈河上 开龙家乐的沈大哥正在忙活着 咱们听个街是吧 可以 这里有鱼吗 有鱼 这什么鱼啊 都是冷水鱼 那就拿这个捕吗 对 就是刚拿着狗捕 就是几个狗肉就可以捕鱼 对 这几个狗动场就可以捕鱼了 咋捕啊 我把这个下鱼饵放在水里 一会儿鱼就上来 这鱼饵是啥呀 这鱼饵 这鱼饵就是咱们专用配比的料 大哥咱就这么简单啊 对 这就弄一块石头 对 现在可以了是吧 可以了 好 那咱准备吧 我就这么拿着这边就可以是吧 一楼起 阿尔山河流众多 生态良好 鱼也最满丰富 在通装周围的河流 只要用简单的工具拴上耳料 就可以捕捕到各种野生的鱼类 刚好有点重点哈 对对 来鱼了 有点重点 是水草 我以为我一下子捕捕鱼类了 那我们又下了一钩 看看这一钩怎么样 希望有收获 好 有点盛 应该有鱼 有鱼 有鱼 这有 这是鲤吧 鱼 鱼 两条的已经 还有一条鲤鱼 又一条鲤鱼 收获了 春夏秋天 我捕过鱼 这冬天 这是第一次 这么大鱼 还蹦的 又收获了 今天收获了 大哥 那咱现在怎么办 把这些鱼 这鱼回给你做了 做成我们地方的美味 让你们尝一尝 我家里还有好多鱼 太好了 又有口福了 沈大哥告诉我们 龙家乐用的石台 主要来自阿尔山天池和哈拉哈河 有时外地游客 特别是南方的游客到来时 他会亲自带他们来看凿冰捕鱼 不过 每次野外捕捞 都是只捕捞大鱼 而且数量有限 为的是不破坏这里的自然资源 沈大哥 您这瞬间是变成石神了 美食家 这现在要开始做鱼了是吗 对 现在要开始做鱼了 新鲜的鱼宰杀以后 续除内脏清洗干净 沈大哥开始在案板上骗鱼肉 别看沈大哥看起来粗犷 但是做起骗鱼的细活 一点也不含糊 以前我就是个厨师 在当地炒菜 后来慢慢自己感觉的旅游也非常好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农家乐 沈大哥今年33岁 夫妻二人经营农家乐已经有好几年了 刚开始沈大哥负责做菜 老婆负责打下手 生意在这一带小有名气 现在生意好了 找了好几个帮手 从小就生长在这里 沈大哥对于这里的各种鱼类和野菜都很熟悉 尤其是阿尔山天池的老头鱼 它有着自己的独门秘方 这个就是老头鱼 对 这个就是老头鱼 其实仔细看 这长相还真的挺像老头的 养鱼的时候 这个老头鱼非常非常少 不是很多 它当时养的是柳边鱼 后来的老头鱼 它是石油豆 石油豆 就这么小个吃肉了 对 它就把柳边鱼都吃没了 后来繁殖就像老头鱼了 最终它就慢慢一点 形成老头鱼多了 柳边鱼就少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产了 就是当地老头鱼也非常盛行 它也是冷水的一种 也非常好吃这个鱼 老头鱼在当地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煎茶 清洗好的老头鱼加调料 葱花搅拌以后 锅中加油烧热 倒入拌好的老头鱼 在油锅中煎炸五分钟即可 你一定会好奇 这油炸鱼为什么没有用传统的做法 拿淀粉包裹 而是直接煎炸呢 这就是沈大哥的独到之处 这样煎炸出来的老头鱼 看起来颜色虽没有那么金黄 但是却把老头鱼本身的鲜味很好地体现出来 水煮鱼这道家常菜在这里也有了新的味道 阿尔山天气寒冷 这里生长出来的鱼肉质筋道 做出来的水煮鱼片味道更加独特 锅中倒入油 辣椒酱 下入豆芽翻炒后 倒入盆中作为底菜 煎好的鱼肉加入调料 蛋清 少量淀粉搅拌均匀 锅中加油 倒入葱花 辣椒酱 加入鱼头鱼骨等 翻炒十分钟出锅 倒入盆中 煎好的鱼片在沸水中焯一下 倒入盆中 热油中加入花椒出味 盆中撒入东北的干红辣椒 最后把热油倒入盆中 一道阿尔山风味的水煮鱼就出锅了 这不一会儿的功夫啊 一桌美食就上桌了 现在外面是冰天雪地零下三十多度 可我们现在能够坐在暖暖和和的屋子里 吃着美食 这种感觉啊 特别的惬意 我来尝一尝 这个老头鱼 嗯 这还真的是外吊顶的啊 挺好吃的 而且这个和平时咱们那些炸的那些小鱼啊 黄花鱼啊都不一样 它就非常软 阿尔山的美食 虽没有淮阳菜的细腻 没有川菜的麻辣 但是却有着历经风雪冰霜之后的质朴味道 就像沈大哥一家和他经营的农家乐 现在这里像沈大哥这样的农家乐有几十家 随着旅游的带动 他们的收入也越来越好 适合咱们外面的冰冰雪地 吃完了心里暖暖和不快 这一桌子的美食啊 不同的做法展现出了当地饮食的不同文化和特色啊 吃着美食 我想除了温馨温暖 剩下的就是浪漫了吧 我们今天也是吃了一桌子的鱼好 我们在这里呢 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年年有余 当夜幕降临 璀璨的燕火照亮了阿尔山 也让这个东北的边陀小城沸腾起来 阿尔山这个旅游小城 以气候寒冷冰雪机场闻名 正在充分利用它独特的地理和自然优势 打造冰雪特色旅游名片 仅仅2014年1至9月份 阿尔山共接待旅游者174.87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23.41亿元人民币 太漂亮了 我的新娘要求就是留在这个小小的城镇里 看着这最美丽的风景 我的希望就是长久的跟她在一块 最美丽的雪景 阿尔山让我收获了远离城市喧嚣的纯粹 让我感受到了这里的宁静速度与激情 银海雪园 经营帖子的物松都是让我体会到了这种大自然的神奇 而冰雪节上的疯狂 正是让我感受到了这座边疆小城的青春与时尚 马上要踏上新的征程了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各位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最美冰雪景 让我们继续出发 您体验过临海雪园中伐木工人的生活吗 您品尝过用黑蚂蚁制作的美食吗 最美冰雪形 临海雪园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